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少家长都关心子女打机成人的问题 香港大学在2017年的调查发现 受访的高小学生平均一星期有3.6天会打机 当中有近1成4的男生一星期就会花超过21个小时打机 即是平均每日3小时以上 研究团队认为学生花在打机的时间过长 以及接触暴力电子游戏的情况 都有机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 上世纪80年代电子游戏机兴起 当时社会也开始关注沉迷打机所带来的影响 重温当时的报道 最近你是否时常见到人在街上 或者在其他地方拿着东西 迷头迷脑地响着按一下呢 他们是响着玩一种 最近在市面逐漸流行的 迷你电子游戏机 那究竟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玩电子游戏机呢 紧张、刺激 又要手急硬快才是练习自己看不够快 因为这个很有刺激性 比较容易吸引小孩子 高气机 变化多 变化多 你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赢到他 所以挑战性多大 那些人那么喜欢玩电子游戏机 会有什么影响 那些人那么喜欢玩电子游戏机 就是影响也有好处 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可以训练一个人的反应快 就是他的手眼脑协调得更好 这个坏处就可能造成一些沉迷的心态 在新闻仔来说 就可能影响到他的学业 和一些正常的平衡的发展 那另一方面也都可能造成一些 逃避的机会或者心态 那因为他经常玩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藉口 不面对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那也都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不过其实电子游戏机 也都不失为一种娱乐 那你是否完全不赞成这种游戏呢 其实我不是说完全不赞成的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在设计和内容方面有一些改进 那在内容方面 我就觉得应该减少一些暴力 或者鼓吹赢是最好 或者是太过多的竞争 那样 应该是加插多一些得育的培养 比如说鼓励一些人互助 有爱 一起要大家这样做 或者有时赢下有时输下 才得到那些高分 那样就最好 那另一方面 应该是减少个人玩的 最好就是多几个人 一齐才可以玩到的游戏 那样在大家一起玩的时候 就多一些沟通的机会 而且因为内容有修改 鼓励大家互助有爱 在那里也可以增加 人和人的相处更加融合 那这些游戏 看这个游戏 最好是一个人的 一人的国家